欧美一直瞧不起中国轰炸机能力,如今借伊朗机场可辐射中东地区。 月26日,我国空军战斗机、预警机和轰副E6K战机从空军多个机场起飞,成体系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。 战机编队飞向西派,实施了绕岛巡航训练课题。 当前我军依靠轰副E6K远程轰炸机执行了一些常规战术、战略巡航任务,那么未来中国空军依靠自己的轰炸机会执行那些核战略任务呢?对战略核轰炸有何提升? 中国轰炸机 战略核轰炸的狂热就像一场瘟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军事大国,以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为史,英国、德国、美国相继感染了这一瘟疫。 1945年,原子弹的出现将这一瘟疫推向了新的高峰。 核武器的出现极大的限制了遭受打击的一方展开报复性反击的能力,为了避免在遭到对手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后丧失反击能力,以及保持随时能够对对手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能力。 中国轰炸机 中国轰炸机远海巡航 在1964年,各顶行动的航线韦德克萨斯州谢波德空军基地,飞越美国到新英格兰,然后前往大西洋。 飞机在大西洋向纽芬兰岛挤起周围的北部方向加油,之后改变航向飞往西北,在八分湾朝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飞行。 经加拿大北部海岸到阿拉斯加,在太平洋上加油再往东南方向,返回谢波德空军基地。 1966年,各顶行动的航线拓展到了三条,其中西线由美国西北部向西北飞行,穿越阿拉斯加后转到东北,之后在北冰洋改线西航,沿阿拉斯加海岸返回基地,北线从美国东北部的空军基地起飞。 主要航线覆盖加拿大和格陵兰岛,东线则是要穿越大西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越地中海和意大利,在亚德里亚海巡航之后原路返回,不过返程不经过直布罗陀而是向西北穿越西班牙领空。 护航股均负十一。 而当前射弹道飞弹和弹道飞弹核潜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,核潜艇开始解替洲际轰炸机成为核打击二次核反击力量的主力。 轰炸机战略巡航任务的强度开始降低,最终随着1991年冷战的结束,美俄双方都停止了这种劳民伤财且危险性极大的战略巡航行动。 以核打击反击为目的的战略巡航至此画上了句号,不过不久之后,一种新型的战略巡航将进入人们的视野。 而美国空军为了维持其轰炸机部队的战备状态和训练水平,自2004年3月以来一直在亚太执行各种战略巡航任务。 2015年12月10日,美军两架B-52战略轰炸机在中国周边巡航。 本月24日,美军又有两架B-52轰炸机进行训练。 26日的中国空军巡航被认为是对美军这一行动的回应。 中国轰炸机 轰6-K轰炸机巡航并不足以使中国国形成如美俄那样的战略威慑,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。 以俄罗斯常态化进行的绕日本列岛飞行为例,中国如果进行一次相同的绕日本列岛飞行,需要飞机至少拥有7000公里的航程,而这已经接近 轰富6-K轰炸机航程的极限。 中国若要能够像俄罗斯一样,使用轰炸机对美国本土目标进行核威慑,则需要确保轰炸机至少拥有7000公里的作战半径,这甚至是空中加油行的轰富6-K轰炸都无法企及的。 可以说,如果中国想要获得冷战时期美国、俄罗斯那样的空击和威慑能力,一种新型的超大航程的轰炸机是必不可少的。 中国轰炸机 未来,如果我国轰炸机部队能够解决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硬体问题,和战略轰炸机空中加油的软体问题,我国轰炸机的战略巡航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。 向北,我们可以常态化地绕日本列岛飞行,东飞,我们可以将自己的威慑力扩展到美国西海岸和阿拉斯加等本土区域。 在南面和西面,我们可以效仿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协定,挤住巴基斯坦、伊朗等友好国家的空军基地,令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停靠,辐射战略影响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